我们目前为止竟然连赛排在第一位 但是曼连比我们少赛一场 然后只跟我们差了两个几分 其实能保护前四我就很开心了 耶 清训目标大争了 因为刚签了一个门将 很年轻的小孩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这个门将有几颗星的SKU MUSE 准备好了吗 但是它有四颗星的飞快用脚 加上主场队阿森纳 我们就啥这种模拟过去吧 阿森纳最近状态不错嘛 看阿森纳还有谁 奥布拉克对莱琳 39号是不是大巴黎那个中后位啊 25号34号原来都是阿森纳的小黑人 张博伦 科斯塔 难道是 倒格拉斯科斯塔 恶琪尔已经下去了 渣渣是谁 不是意大利那高中风吗 哲吉尼尼 我好爱你 跳过 这次竟然赢了 YES 可是你看像扎卡 拉比赛和皮雷兹都没有手法 但恶琪是手法了 也算他们主力阵容出击吧 好防线接着不错 加上比赛客场 对热刺 还是用手法阵容好了 温沙姆停赛 天堂给我换来的这谁啊 灯 为什么不用理查特三的对不对 开始上车 今年一晚 我们排第二热刺 比我们少三分排在第四 还是挺关键的一场比赛 关键是打压他可以保住我们前四的位置 这是拉没拉 看见沃克了 阿里 真的假的 文将还要文将 裁判还要给特级人 然后鲍尔森的要射的 没有力量 这次抢的还是挺凶的 所以后门空档还是挺多的 推在立柱上还是近 波尔森 托尔森 托尔森 20 这还把外亚马换下去 换上来这是谁 这个中场好像知道 不知道名字怎么读 但是应该对我们是好事吧 我觉得外亚马还是挺壮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 控制中场更容易一些 换点人吧 就这场比赛拿下没什么问题 佩雷亚下来换上戴维斯 得瞪一些出场时间吧 提下波哥巴 管 提下波哥巴 身体可以啊 这球没掉 还是掉 我感觉管的控球 就是 手感有提高 在想下个赛季 是不是能给他一些多点出场机会 控球感觉现在还是挺好的 大约4 3比0 就是设在立柱里面探进的 总体感觉搓射的精准度还是挺不错的 搓射很少我提高 一般都是进或者提在立柱上 帮尔森 帮尔森 哇 其实可以横船的 但是想让他进一个 帮尔森 这次漂亮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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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 踢得好顺 没拦住 阿美纳福这种球无所谓 全场比赛结束了 客场四笔 战胜这次 踢来是挺不错的一场比赛 奥尔森进了两个球 然后果然还有两次助攻 接下来一场比赛是主场对曼城 然后隔两天吧 就应该是客场对曼联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模拟过去吧 我觉得对曼联那场比赛 可能更重要一点 曼城最近状态 走走吧 反正还有谁 尔南多 斯东斯 奥塔门迪 普特兰德 阿奎罗 德布劳奈 萨内 尔南多进了一个 萨内还发丢一个点球 哥 自己又补你一个 来 跳过0比3出场输掉了 不过我敢模拟的原因呢 其实就这场比赛输了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还是领先排名第二的 斯旺希两个积分 而且第五的莱切斯特城 跟我们差五个积分 输了也可以接受 不是说这场比赛输了 我可以接受 我意思是出了结果 我们还可以承受 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太大 然后半连弯之后就是和斯旺希 斯旺希的比赛 是不是有可能决定谁是冠军 如果我们能听的话 也不是说肯定能打冠军吧 但是现在只有33轮吧 还有五轮呢 不是说肯定能打冠军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输了死亡季的话 估计冠军就没戏了 我们先考虑眼前这场比赛吧 我们用首发阵容去替曼联吧 伯拉巴这是要对阵老东家呀 能不能表现好点 进着球啥的 搞个主攻也行啊 为什么德河亚不在 第三号是败地还在 第三号是肖 那个黑人是什么 摇什么头啊 摇什么头啊 还没开始踢呢 摇什么头啊 门萨 施奈德林 邓卫来 甲骨扎一 甲骨扎一 箱上踢上首发 踢巴拉 然后德亚军去踢踢补了 踢补来做拉卡泽德马下 风险太强了 埃里克森 突破不灵德不当碗一样 你旁边这是谁 门萨吗 我竟然不倒地 你躲什么 倒不下呀 突破 这往哪顶 这是解围吗 虽然朝门那个方向 解围没什么本质性区别 是我撑到吗 哎呦 要出事 还是电脑 佩莉亚体能不行已经贵了 下来吧 拉斯塔更别提 呃 戴维斯 然后赛特冲一冲 没准有机 恩沙弩也下去 阿尔本内特 赛特反击 暴尔森 虽然碎率不是太快 我当时没有身体 华尔森 还伤了 其实我又犹豫了 我在想要不要船给插上 那是谁呀 原来还不能念船 还不能念船 哈 布林德失误 进吧 请搜 1-0 布林德果然是个定时炸弹 布林德1-0速度 没身体 然后不知道在那空球 空个什么进 戴维斯这个身体就发现出来了 一击 布林德就击掉了 我们射了四次门 三次射招 可查1-0 小胜 最佳队员戴维斯 应该就是戴维斯 戴维斯平均最高8.4 一个助攻 哈 感觉和电脑梯还是需要一些身体 因为SQMOOS的话当然有最好 但有时候电脑会督你摇杆 SQMOOS不是这么好用对电脑来说 但是身体的话就预测起来没用 只要能把电脑能挤开就行了 所以感觉和电脑梯身体速度还是挺重要的 有时候SQMOOS差一点确实没关系 但是我喜欢SQMOOS主要出于好玩而已 就比如像刚才那场比赛最后实践期的那个球 如果是佩雷亚去抢布林德的话 那个球肯定抢不下来 但是戴维斯就能把这个球抢下来 青年军的报告这个门将可以放弃 但是我们青年军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所以所谓 赛比赛主场对斯旺希 我们看看赛季还有多少场比赛啊 主场对斯旺希 客场对埃夫顿 主场对桑德兰 然后客场对陆普普 啥这种体能好差 体能也一般 斯旺希现在排在第四 第四 五十六个积分 这对我们威胁倒是没什么 关键是排名第二的利物浦 排名第三的埃夫顿 如果我们输的话 他们有可能追上来 自己踢吧 用踢不正容 主要踢不正容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试试吧 要稍微调整一下 奥尔森体能不太好了 休息休息 莫德赛特提前走 安德鲁来踢这个左边前卫 其他位置体能还可以 带大家看看斯旺希都有谁 斯旺希竟然上了一水替补 我很想让斯旺希有克雷亚 有维埃托 但都没派上来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安德鲁也没什么 就跑就行了 哇 这次 差的不错 弗尔兰德兹 带卫斯 好球 啊 come on 安德鲁这小支塞 传的是我目前为止 看安德鲁传最好的一小球了 要不要尝尝头原射 笔查德 森 我明明瞄的是另外那个方向 没人防守 还好顶偏 后卫都在干人嘛 人家空出来 无眼顶着那个人 然后终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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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0块 基本 1-0 这个球死了 清晰的 一个急停 等着戴薇斯的跑位 把这个球领回来之后呢 大力大圆脚 问题就不大 终于先拿外脚呗 算了 进了就得了 戴薇斯下来 换上 凳塔 然后阿姆斯特朗 踢下 摩托塞特 让这个本内特提前要来 本内特真是左脚 那好弱势脚比较高 对 所以有时候他右脚也进球不少 有机会 5 我都不知道5为什么站在那个地方 不管了 2-0 这小身板还挺不错的 一个左后卫进了一个头球 联赛第一个球吧 果然 5-3 5-3 本内特这次 二近 这次右脚 3-0 1-3 1-3 还好 还要两个球呢 比较队员 还突一突啊 或者手发的时候突一突啊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球员 商议归来了 多么好的消息 磕查 但是感觉他现在其实还不如蒙他那个路 或者说他数值是不错 但是 他的手感啊 还不如管呢 我们还剩3场比赛 领先排名第二的埃夫顿 3个积分 不是太保险 但是感觉就是前四肯定是没问题啊 排名第五 四旺西 我们上场比赛 账上他们之后呢 差我们64,56得8 差8个积分 不管再怎么说我们是领先的 还是很有希望拿到冠军的 不过从 这个英冠直接上了 那打冠军是不是有些 有些太夸张了 好我们这期节目暂时就先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